大家好,星期二得到 今天是2022年8月16日 星期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打算去火星呢? Elon Musk 說希望在20年內 在火星做一個自給自足的城市 他最宏大的理想就是這個 我本身欣賞他的原因也是這個 但這段時間因為他搞太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所以他沒有太喜歡他 在火星建立文明 一直是全球首富Elon Musk 的宏大目標 他旗下的太空運輸公司SpaceX 一直向這個目標發展 馬斯克最近出帖說 希望在未來20年在火星建造自給自足的城市 直谷的Tesla車主俱樂部 在禮拜天Twitter發布圖片 展示SpaceX在2002年成立的時候 和現在2022年的狀態 可見SpaceX在20年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並詢問馬斯克旗下的SpaceX最新的進展 馬斯克回覆的時候就說 希望在未來20年即2042年內 在火星建造一個自給自足的城市 馬斯克上個月曾經說過 如果發射火箭的速度 呈指數級增長 人類首次再錄火星的時間 需要20至30年 並補充說 該時間表 假設每次航班運送大約10萬人 預料將運送大約200萬人 大家可能經常覺得這傢伙吹水 但是吹的水 都很少是脫離 我現在等著無人駕駛那方面 和Tesla可否做到真正的無人駕駛呢 現在就拭目以待 和趙立堅說 好 拜拜 拜拜